快看,那湖里好像有东西 大壮投了食物,竟瞬间就被一条尾巴卷走 岸上的人们都激动坏了 纷纷下饺子一样丢垃圾 没一会儿,那东西就突然不见了 下一秒,一只怪物就狂奔过来 众人四处逃窜 那怪物足有几头大象那么大 一尾巴就能把人击飞十万八千里 怪物直奔草地而去 人们纷纷躲进集装箱 没想到,那怪物直接扯门而入 那惨叫声犹如身在地狱 人们纷纷伸手求救 大壮和黄毛也冲了上去 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涌了出来 凶猛的怪物也跟着追了出来 他并没有吃饱 眼看他叼着人不放 黄毛搬起一块砖就砸了过去 但根本没什么软用 大壮抓起指示牌要再救一次人 黄毛也跟了上来 竟砸到了怪物的尾巴 怪物被激怒 大壮拉着女儿就赶紧跑 可不小心滑了一跤 他又起身抓起一只手就跑 可没想到竟是别人家的女儿 一转头 怪物已经用尾巴卷着女儿 跳进了水里 眼看女儿就在对面 自己却无能为力 这个父亲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 把有毒的化学制剂 投进了汗浆导致的 直到悲剧的发生 人类才开始试图用消毒来挽救 心如死灰的大壮 在隔离时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竟然是自己的女儿 原来女儿在尸体上翻到了手机 他疯了似的喊警察帮帮自己 但警察怎么会相信一个疯子的话 无奈 一家人决定制造混乱 趁机逃跑 他们坚决要带女孩回家 女孩被困在下水道里三天了 每天靠雨水去命 而每次怪物觅食回来 他就用装死来蒙骗怪物 这次怪物带回了一个小男孩 幸运的是小男孩还活着 听到声音的怪物突然又反了回来 女孩死死的捂住小男孩的嘴巴 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怪物盯了半天 也没看见异常就走了 小女孩带着男孩 每天躲在管道里 可小女孩不想坐以待毙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们把尸体上的衣服都扒了下来 死死的系在一起 做成了一根绳 然后一头绑在枪上 再丢到上面的栅栏上 这样就有可能爬上去 但他们做的绳子 离他们的身高就差那么一点点 女孩还要继续想办法 而另一面逃离控制的一家 直接在汉江遇见了怪物 父亲拿出枪 想给怪物致命一击 没成想反倒激怒了怪物 怪物直接扑了过来 房子直接被掀翻 眼看怪物就要扑进来 父亲又是一枪 直接击中要害 怪物直接翻倒在地 几个人小心翼翼的上前查看 可怪物起身要跑 几个人想要追去怪物老巢 可怪物却从背后偷袭 父亲直接没了子弹 怪物直接用尾巴 将父亲摔倒在地 一个翻身扎进了湖里 眼看亲人一个又一个被害 自己却无能为力 大壮彻底崩溃 被赶过来的警察 又一次抓了回去 怪物回到巢穴 开始吐出大批的骸骨 然后又把一个人放进嘴里 吞了下去 女孩知道 怪物一定是饿了 他们必须要尽快想办法逃出去 小女孩被困在下水道里三天了 而她面对的还是个吃人的怪物 她要逃出去 于是趁着怪物熟睡 她试探性的扔了个酒瓶 怪物纹丝没动 于是她告诉旁边的小男孩 千万别动 当她出去 再带人回来救她 然后拼命的就跑了过去 借助怪物的身体纵身一跃 抓住了那根绳子 她努力的向上爬 而就在女孩马上要成功时 却被怪物发现了 怪物还没醒 只是将女孩慢慢的放了下来 而女孩赶紧示意男孩躲起来 可男孩早已被吓到瘫痪 女孩迅速跑了过去 抱住小男孩 可怪物直接就扑了过来 妇女怜心的大壮 感应到了女儿的危险 挟迫护士又一次逃了出来 并找到了怪兽的巢穴 却看见怪兽嘴里 叼着女孩的胳膊 正冲向汉江 他拼命的追着怪兽 而汉江已经设置好诱饵 他们要使用生化武器 那生化武器 可以使方圆几十公里寸草不生 等到怪物上岸 大量毒气洒在了怪物身上 大壮不顾一切的冲了进去 眼看怪物已经没有力气 大壮赶紧掰开他的嘴 从里面拽出了女孩 女孩已经没有了呼吸 但他还是死死的抱着小男孩 父亲紧紧的抱住了他 丧子之痛 死仇必报 眼看怪物起身要逃 暴怒的父亲砸碎了指示盘 就猛刺了过去 一下又一下 又直接被怪物打晕 女孩的叔叔及时出现 一次次将汽油瓶砸向他 而一个流浪汉 也将汽油洒在了怪物身上 姑姑趁机射出了致命一箭 被大火燃烧的怪物 还想要跳江逃跑 大壮又一次出现 又铁棍再一次狠狠地刺穿了怪物 可恶的怪物终于结束了他的罪恶 他们最终为女孩报了仇 可女孩却再也回不来了 最后大壮领养了小男孩 因为那是女儿的重托 如果你遇到被困住的怪物 可千万不要惹怒他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就会跳出来 更可怕的是 他聪明到可以用谋略来复仇 这只怪物被困在山洞里 整整一百年 因为洞口离地面太高 他根本跳不上去 这天突然一块巨型石头 砸中了他 随后更多的石头猛砸下来 原来是一群人发现了他 而且漫骂声不断 因为跳不上去 所以只能退到阴暗处 谁知上面的人却更加放肆起来 日复一日地欺负怪物 只要怪物将头探出阳光处 他们就会猛砸石头 哪怕是露一只脚 他们也不放过 然而他们低估了这只怪物的智商 受尽欺辱的怪物在这天决定报仇 他愤怒地走出阳光 任凭石头砸在他的头上 他反而用怒吼来激怒上面的人 落下的石头越多 他就越愤怒 直到遍体鳞伤 而到了晚上 怪物忍着剧痛 开始摆弄起了石头 原来在白天 一颗石头砸中了他的脚 本来他是替这块石头泄粪的 却让聪明的他看到了希望 于是趁着夜黑 他将所有的石头都堆积起来 自由的这一刻 他等得太久了 不懈的努力 也让他的爪子变得无比锋利 于是他纵身一跃 一只复仇的爪子伸了出来 所以千万不要欺负老实人 或许他们的身体里 也住着一只怪物 这个女人已经三年没有变态了 在飞机上就想搞大事 他神神秘秘的跑进了卫生间 然后竟拿出了一袋 咖喱味的汉堡 打开一看 里面还藏着个剪刀 他迅速拿出剪刀和一张卡片 然后把汉堡丢进了垃圾桶里 又在裤子上拿出了一个红色的小盒子 摆放好后 他拿着卡片 扒开了飞机上的窗口 竟然露出了几根电信 女人十分激动 随后又拿出了一张纸 那竟然是飞机的结构图 然后他拿起剪刀 严格的按照图纸的指示 精准的剪掉了一根黄线 难道他要炸飞机吗 随后他又拉扯出一根长长的胶带 将通风口死死粘住 玛丽的从衣服里 拿出了一根白色口红 又起身将高跟鞋脱下 竟然还有个秘密武器 一按开关 就掉下了个东西 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随后将口红脱去外套 轻轻用力按压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武器 然后就将它装进了一个铁盒里 更奇怪的是 女人脖子上竟然藏了一个汽油瓶 他拿下油瓶 眼神坚定的把油倒进了铁盒里 还邪魅一笑 就大功告成了 女人又拿出了一个盒子 然后 注意看 小男孩用勺子挖了一烧汤 下一秒 勺子就呲呲呲的不停向外喷射 黄色液底 男孩使出了大力神掌 也控制不住他 没办法 男孩把他丢进了鱼缸里 盖上盖子 轻轻用力按压 终于制服了他 可抬头一看 一家人都被淋成了洛汤鸡 脑袋上还点缀了几颗香菜 这不BBQ了吗 可一家人非但没生气 还欢呼了起来 又是擦桌子 又是洗碗的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收拾完了 男孩再也不敢用勺子了 就对章鱼动起了手 结果 这次次次黑乎乎的 吞得更厉害了 男孩赶紧去厨房 拿了个盘子盖上 还好及时控制住了 可抬头一看 全家人都变成了黑人 吃个饭咋就这么难 结果一家人更疯狂了 又开始擦桌子 洗碗 这肯定是XX的一家人 都被憋出内伤了 收拾完后 男孩咋也不敢吃饭了 于是就想喝饮料 结果 冰箱也被憋疯了 掉出来乱七八糟 一堆新鲜物资 有鱼有鸡还有水果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冰箱里出不来的 这让本就住在又急又迫的一家人 更是雪上加霜了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个头 但他们却快乐极了 不得不说 这个冰箱太神奇了 这是泰国的脑洞广告 你能猜到 他们卖的是什么吗 这是一面诡异的墙 只要在上面写上字 就会有人自杀 学校新来个清纯可人的美女纳莎 所有的男生都想约她吃饭 但隔天 纳莎的身上就奇臭无比 想要约她的男生 都被她熏到呕吐 而学校的厕所墙面上就出现了 纳莎臭脸绿茶的字 这个写字的人叫小美 因为嫉妒新来的纳莎 就泄愤的在墙上写了自己的邪念 却意外成了真 小美也发现了这堵墙的秘密 于是她又许愿 让自己暗恋已久的小帅爱上自己 转天小帅就替她挡住了飞来的篮球 小美以为爱情来了 可 小美懵了 怎么不灵了 原来那堵墙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一旁的小胖狠狠的嘲笑了她一番 小美气不过 又在墙上写着 疯狗小胖乱咬人 等她从厕所出来时 一群同学都围在蓝边 她蹤上去一看 小胖正在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 小美心里想 活该 结果小胖就被医院的神经科绑走了 这下终于没有人和自己作对了 可转天小美来看小帅 发现纳莎不臭了 小胖也正常了 原来是保洁阿姨在清理墙面 小美急了 拽起阿姨就要阻拦 阿姨臭骂了她一顿 无奈小美只好 把这堵墙的秘密告诉了她 可阿姨却说她脑袋有病 还把她在墙上乱图的事情 告诉了小美的班主任 班主任又臭骂了她一顿 这下小美怒了 她希望保洁阿姨赶紧死 第二天 阿姨就吊挂在那里 窒息而死 小美慌了 她赶忙冲进厕所 擦掉自己写下的字 等她出来时 听到所有的人都在议论 小美这时看见了 死而复生的保洁阿姨 这次她吓到了 发誓自己不会在墙上写字 但转头 看见了绿茶纳莎 在勾引小帅 这让小美又一次失去理智 她又让纳莎变成丑八怪 看见捂着脸跑出来的纳莎 小美露出了邪恶的笑 而墙上又多了一行字 纳莎月球表面的丑八怪 可当她回到班级时 一个女生就静止走到窗前 然后就跳了下去 惨死在操场上 小美不解 她意识到一定有人 知道了墙的秘密 她赶紧跑向那堵墙 墙上确实多了一行字 某某自杀 这时食堂也出现了神志不清的女生 她拿着碗又唱又跳 墙上多了一句 你这个疯子 还有女生被一群男生追着跑 墙上又多了一句 你这个荡妇 还有人瞬间变成了疯狗 全部都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学校越来越诡异 字也越来越多 突然小美看见 有一条写着小帅你这个惨废 她马上拿毛巾想要擦掉 可刚要动手 上面一行红字 让小美彻底崩溃 赫然写着擦掉墙上的字会死 她实在没有勇气去死 可还是有很多人走进去 看着眼前的小帅变成残疾 学校里的人也都步入了罪恶深渊 她开始后悔 后悔自己运用那堵墙 她向那莎认错忏悔 可那莎却说自己知道一切 然后邪恶的笑着 是那莎赋予了这面墙魔力 小美杀不死那莎 但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而起 她决定结束这一切 而那莎却大喊 小美要去擦掉墙上的愿望 一时间所有的同学 都像丧尸一样扑向小美 要阻止她去清理墙面 她费力的跑进卫生间 还没来得及拿清洗工具 同学就涌了进来 她锁上门 大批的同学包围了她 她拼命的擦 可用手怎么可能擦得掉呢 她不停的用厕所的水往墙上泼 外面的同学越来越多 眼看就要破门而入 情急之下小美拿出笔 在墙上写了起来 突然就安静了 她出来发现所有的人都消失了 诺大的教室楼里 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 教室 食堂 球场 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纳莎还站在栏杆旁 不一会儿也消失了 小美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在冲动的时候写了什么 小美回到家 发现镜子已经照不到自己的脸 而且无论怎么喊都喊不出声音 她自己也在消失 原来她在墙上写的 是让所有的人都消失 我们不要去羡慕和嫉妒任何人 因为你也有可能被别人羡慕和嫉妒着 千万不要在冲动的时候 做任何决定 因为有些决定 你来不及后悔 更无法挽救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面墙 你会如何选择呢 如果是我 我会写上让纳莎消失 这样就完美解决了 我是夏末 我们下期见 小胖妹特别喜欢跳水 看见别的小女孩从高台跳水 哇哦那简直太酷了 她也想试试 于是她一跳 哎就啪唧 拍在了水面上 那个小女孩一看小胖妹根本不会 又十分挑衅地跑到了800米的高台 女孩搜一下 两个空中反转360度后 又完美地落入水中 更厉害的是 落水后居然还没有水花 这不仅惊待了岸上所有人 还迎来了佩服的掌声 小胖妹一看 她也想得到掌声 于是也爬到了800米的高台 果敢的又一跳 结果啪唧 再次拍到了水面上 还激起了千层浪 更惨的是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她 于是她赶紧游到岸边 想要得到妈妈对自己勇敢的赞赏 但妈妈却根本啥都没看见 小胖妹失望极了 可一转头 女孩又跑到了最高的高台上 还要加大难度 仰跳 这可把小胖妹羡慕懵了 女孩一个转体 平稳下坠 又来了个漂亮的侧踢 真是帅呆了 更惊艳的是 女孩落水的一瞬间 还是没有一滴浪花 于是小胖妹又想做药试试了 她勇敢地爬上了最高的跳台 好不容易站起来 还差点被海鸥撞倒 万万没想到 因为这一跳 女孩居然救了所有人 就在女孩忐忑的时候 一直鄙视她的小女孩 居然不小心点燃了自己的头发 女孩一着急 还被狗狗绊倒 结果却引发了火灾 就在大家都被围困的时候 小胖妹跳了下去 结果 却激起了万层巨浪 大水直接沸泳上了岸 不仅意外扑灭了大火 还迎来了所有人的掌声 女孩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一屁股 却成了大英雄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只有勇敢努力 我们都可以成为大英雄 好